都说女人在怀疑老公出轨的时候 智商堪比福尔摩斯 而这个女人仅凭一个体重和一通电话 就发现了问题 老公买的全新智能汽车可以检测乘客体重 小美就好奇地让AI展示了 曾经坐过车的人员体重 结果发现一个110斤的人 这显然是个女人 她归室神差地给闺蜜打了个电话 闺蜜似乎正在和视频外的一个男人调情 女人敏锐的第六感发动 她是担心地问闺蜜的体重 闺蜜却避而不答 同时视频里传出飞机起飞的哄鸣声 小美惊了 因为之前和老公的通话中 她所在的酒店也可以听到飞机起飞的声音 小美质问闺蜜是不是跟老公在一起 闺蜜连忙否认 轰论地挂断了电话 她愤怒地给老公打电话 也没有人接 小美气疯了 决定直接开车去找老公 AI提示小美高速流域发生车祸无法通行 拙监心借着她决定走荒芜人烟的山路 夜色来袭 既疲倦又郁闷的小美点了一支烟 结果AI检测到烟雾 直接打开了窗户 汽车的烟雾报警声让小美烦闷不已 她直接关闭了AI智能 可就在她回头看儿子的时候 汽车突然撞到了一只穿行而过的路 儿子被吓哭了 小美只好拿手机安抚儿子 然后自己下车查看 可是万万没想到 儿子点开了汽车的控制软件 一顿操作竟然触发了锁定程序 一瞬间车门车窗全部关闭 儿子被锁在车里 小美却怎么也打不开车门 她透过车窗想让儿子解开锁定 可年幼的儿子根本听不懂 手机还不小心掉到了座位底下 小美想用石头砸开车窗 可车是防弹的 砸了半天车窗毫发无损 还把儿子给吓哭 走投不路的小美想去路过的变电站寻找帮助 可是这里空无一人 坐机也打不出去 小美翻箱倒柜 只找到了一个手电和一个扳手 小美刚回到车旁 黑暗中一只野狗冲了过来 小美赶紧爬上车点 忽乱挥动着扳手吓跑的野狗 小美用扳手砸车窗玻璃依然没用 无计可知的小美躺在车顶 只能等明天再说了 炙热的阳光烤醒了小美 可孩子还被锁在车里 汽车在阳光的暴晒下温度急速升高 就像一个大烤箱 儿子已经被烤得满脸通红 神志不清 小美叫醒了儿子 可是安全带让儿子动弹不得 这样下去儿子迟早被闷死在车里 焦急万分的小美只能先把衣服搭在车窗上 然后徒步去寻找帮助 不知走了多远 小美已经筋疲力尽 终于发现了一条小溪 补充了一下水分继续走 越过一个小山包 小美发现了一架废弃的飞机 小美爬进了飞机 里面却什么都没有 只找到了一个水桶 小美只好用水桶接了些水往回赶 此时车内的温度还在不断上升 汽车自动打开了排风扇降低温度 儿子又被热晕了过去 小美赶紧用水倒在车顶上 想要降低温度 可这显然是杯水车型 突然小美想到 之前汽车烟雾暴菌会自动打开车窗 于是机制的他点燃了树枝 结果排风系统却自动关闭了 本来还能降点温 这下可好 简直是坑儿子的一把好手 小美歇斯底里的砸车 撬车可依旧无济于事 或不担心 昨晚的野狗又杀了回来 小美情急之下爬到了车底 他左右躲闪 还是被野狗狠狠地咬了一口 结果野狗更想要的是被他撞死的路 小美用扳手将路推了出去 野狗终于善罢甘休 此时车开始向后滑动 小美奋力地抵住了车 看着旁边的悬崖 小美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 而又疯狂的想法 小美用尽全力推着这辆车 他想把车推向悬崖 而车内的孩子昏迷不醒 小美眼睁睁看着车从悬崖边坠落 而此时汽车的自动保护装置瞬间启动 空气悬挂和安全气囊全部打开 一声巨响 汽车轰然坠地 小美赶紧跑下了山 而这款防弹汽车竟然毫发无损 经过小美的一系列折腾 车门终于开了 他赶紧将奄奄一息的儿子抱了出来 此时汽车的系统开始重新加载 然后AI启动 小美带着孩子上了车 发现汽车竟然还能开 小美赶紧开车向前飞奔 可是没开多远 前面却没有路了 以免只有一座高高的山坡 小美试着打开越野模式 空气悬挂升到最高 小美一脚油门冲上山坡 这个汽车实在太猛 骂力十足 还能将拦路的石头撞碎 在冲破最后的拦路时候 小美终于上了主路 向医院开去 在医院 小美紧张地望向儿子 看着儿子缓缓地睁开眼睛 小美喜记而起 虽然小美作为妈妈犯了很多的错误 可是母爱给了她无穷的力量和勇气 让她成功地救回了儿子 待此事过去 小美和丈夫难免一场血雨腥风 最后我想说 这辆车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车